我們來定義這個轉字矩陣 什麼是轉字矩陣? 就是一個矩陣的轉字矩陣 就是把原來的矩陣 類換成行 而行換成類 現在有一個矩陣 它有M類N行 變成轉字矩陣以後的話 就會變成N類M行 然後上面的元素 DI類DJ行的元素 就會變成DJ類 比如說這個 這個的話 它的轉字矩陣是等於多少 就是說 你把這個類變成行 就是1 2 3 類變成行 第一類變成第一行 第二類變成第二行 4 5 6 第三類變成第三行 7 8 9 然後呢 這個是 第一類第二行的元素 就變成多少 變成第二類第一行的元素 I跟J就對調 我們再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 這個是 小A好了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? 這等於2 4 7 這個就是類向量 這個是 這是一類三行的 這個矩陣 這四樣是向量 然後呢 它的轉字矩陣 這個用A好了 用這個代表 它的轉字矩陣呢 就變成呢 航向量 這是列向量 它的轉字矩陣 就變成 什麼呢? 變成 2 4 7 這就變成三類一行 這個就是轉字矩陣的定義 然後呢 第一次 5 5 5 7 6 5